那晚民调,60%球迷希望曼联卖掉伯格巴近日曼彻斯特晚报,针对伯格巴在曼联的未来做了一项民意调查,结果显示60%的球迷希望曼联卖掉法国中场。 伯格巴日前公开表示不确定未来人会留在曼联,而他的这番言论,引起了曼联球迷的强烈不满。 曼联斯特晚报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,近2000名受访者中,有60%的球迷支持曼联出售伯格巴,估计剩下的40%是另外一朝19对球迷,都起商谈伯格巴转会。 拉伊奥拉将和尤文经理会面,据得明体预报报道,伯格巴的经纪人拉伊奥拉将和尤文图斯的总经理马洛达会面,而他们谈论的话题将是伯格巴的转会事宜。 接下伯格巴一直和巴巴,巴黎还有尤文联系在一起,此前接受采访时,伯格巴并没有正面否定这些转会传闻,而是说,我仍旧是一名曼联球员。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谁又知道会发生什么呢? ESPN,利物浦接触拉比奥特经纪人据ESPN报道,利物浦已经接触了巴黎中厂大奖拉比奥特的经纪人,及他的母亲。 红军希望将法国人拜到安菲尔德,利物浦有意见拉比奥特,特别是希望可以免签。 特洛普对法国人的兴趣已经由来已久,在执教多特时他就希望你见拉比奥特。 扎书一直在关注着拉比奥特的成长进步,就该媒体指出,双方已经在电话上讨论转会的相关事宜。